剛剛過去的週末 舊金山灣區半月灣 迎來第27屆太平洋夢幻機械展 展會上具有百年歷史的古董引擎和汽車 以及各式二戰時期的飛機 讓觀眾瞭解到美國百年機械歷史的變遷 零部件協調合作 大轉輪不停的旋轉 用於工廠發電的巨大引擎可以達到60馬力 轉動手動點火器 電鋸開始工作 迅速鋸下木塊 這些1920年代的古董引擎 在太平洋夢幻機械展上再次煥發活力 這些都叫做撞擊機械 因為燃燃 當中央的力量延避 它導致電池和汽車輪 開啟 給它能力 伴隨汽笛的冥想 這個1891年 在軍山製造的老式蒸汽機頭 吸引著人們的注意力 這是軍山灣區連續第27年 舉辦太平洋夢幻機械展 當天有2000多各式機械 汽車 飛機展出 吸引25000多觀眾前來參觀 展覽現場也成為古董車和改裝車車友的熱鬧聚會 期間二戰時期的各式飛機不時飛過 高空跳傘 摩托車特技也帶來精彩的表演 今天天氣很好 室外活動就想過來玩一下 總之就能夠遠足 新台灣人記者 曹景哲 連笑人 軍山灣區採訪報導 明天的禁止 公司